追命使用觉醒的无刃神剑 携天地之威斩出恐怖的金色剑气 一剑将林洛石击飞树里开外 林洛石凭借至宝金梅瓶的加持 勉强接住这道恐怖的剑气 可他也因此元气大伤 再也无法接下第二剑 哪知这时诸葛轻轻找了过来 被林洛石运起细心大法抓到手中 用诸葛轻轻威胁无刃几人 要几人交出无刃神剑 无刃几人经过激烈的讨论后 将无刃神剑交给了冷血 要冷血用神剑杀了林洛石 哪知冷血接过无刃神剑后 竟然将无刃神剑给丢了出去 诸葛轻轻选择了同归于尽 一剑重伤了林洛石 林洛石恼怒之下 一掌将诸葛轻轻打飞了出去 随后催动体内的金梅瓶屉自己疗伤 有了死灰复燃的趋势 而诸葛轻轻一剑透体 又中了林洛石一掌 已经到了弥留之际神仙难救 无刃剑爱人重伤勃然大怒 竟然冲破双腿欲堵的血脉 恢复了行动能力 以极快的速度捡起无刃神剑 杀向了强弩之末的林洛石 林洛石运起火焰神功 勉强挡住了无刃的攻击 可无刃的伤势更轻 还有着无刃神剑的帮助 林洛石根本不是无刃神剑的对手 林洛石被无刃神剑刺入天灵 即便是金梅萍也无法救他 最终在无刃神剑的强大力量下 灰飞烟灭再也无法兴风作浪 无情杀了林洛石这个大魔头后 亮相着来到诸葛轻轻的面前 见到了诸葛轻轻最后一面 诸葛轻轻看着眼前的无情和冷血 眼神中充满着不舍 可他的伤势实在太重 还是遗憾地离开了人间 留下了无情和冷血两条单身狗 否则三人说不定可以凑成一家 每晚由诸葛轻轻负责翻牌子 总比天天吃狗粮来得强 时间来到半个月后 终一堂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有两对新郎新娘入场 一对是铁手和灵小刀 一对是追命和花带针 而冷血和无情两条单身狗 因为诸葛轻轻已死 只能当起婚礼的主持人 可无情却告诉冷血几人 将会有一个神秘嘉宾到场 神秘嘉宾竟然是诸葛神猴 这可把追命几人惊得不轻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本来已经自断心脉的诸葛神猴 会死而复生参加他们的婚礼 师父 这总不是 无情用金梅瓶把我救回来了 可是你不是已经断气了吗 师父并没有断气 师父把最后一口丹气存留在丹田 我用金梅瓶把功力输入师父体内 师父才慢慢醒过来 无情说出是他利用金梅瓶 将诸葛神猴起死回生救了回来 这顿时让冷血有了想法 连忙询问起无情 有没有试过用金梅瓶救诸葛青青 当然 没有人比我更想让青青吸引过的 但是我怎么能言 青青还是不能信 这大弹是本剧最大的一男评 身为从第一集就出场的角色 可谓是本剧的第一女主 没想到在最后的大结局 白了导演一刀直接下线 留下了无情和冷血两条单身狗 只能天天看着追命和铁手撒走粮 而四大名捕斗将军的故事 到这里就已经结束 我是七夜 我们下部剧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